12000多居民被疏散 根据消防部门的估计 火势最早也要到23号才能得到控制 据英国媒体报道 失踪多日的北平洋号货轮14号 在福德角岛西北方向400海里的水域 被海岸警卫队发现 目前俄罗斯已经派出军舰驶往这一水域 这艘商船在有15名俄罗斯船员 以及价值近200万美元的原木 从芬兰前往阿尔及利亚 上个月底货船在大西洋水域失踪 有消息称 护船被海盗截止 俄罗斯等国为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行动 好的 国际新闻我们先聊到这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通方 稍后您将会看到 台湾高雄县小林村受灾严重 村民昨天回乡祭奠亲人 台湾把爱传出去 赈灾一眼7个小时募集5亿元新台币 也论你 上个头发黑黑的眼睛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山上的个色花开得好美丽 我要摘一朵琴手送给你 亲爱的姑娘 我爱你 让我走进你的世界和你在一起 亲爱的姑娘 我爱你 你想下载这首姑娘我爱你 作为你的手机铃声吗 移动用户拨打12590-850-02 自电信拨打1683-9090 移动用户拨打12590-850-02 自电信拨打1683-9090 本京时间7点17分 各位早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 我们来关注台风莫拉克给台湾造成的灾情 根据台湾当局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统计 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点 莫拉克台风共造成了全台124人死亡 55人失踪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昨天在南投视察的时候 对救灾行动不够迅捷向公众致歉 而高雄县小林村的村民也于昨天纷纷回乡 祭奠亲人 重灾区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的村民回到村里 在靠近村庄的道路旁祭祀亲人 村民们不断哭喊亲人的名字 场面哀情 小林村这次遭遇泥氏流袭击 大约有200户居民瞬间被土石掩埋 约有400人被埋 罹难人数目前仍在统计 为了防止对亲人遗体造成二度伤害 有村民希望将被掩埋的村庄就地保留 建成纪念园区 此外这两天 台湾民众对于政府部门救灾应急 反应不得力的质疑声一直不断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视察南投信义乡灾情时 对此表达了歉意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做得更快 我们没有做得更好 我们当然表示很抱歉 我在台南的时候我就讲过 我希望能够早一点去 我9号就要去 可是9号的时候先生们说 这里现在就在很忙 没有办法招呼你 那我说好 我们满意 就是我不愿意去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把爱传出去 88赈灾募款网会 两岸三地共500多名 一人是热烈的响应 7个小时的马拉松电话募捐 最终筹得了超过 5亿元新台币的上款 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共度难关 把爱传出去 88赈灾募款晚会 也是台湾莫拉克风灾 发生一周以来 两岸三地一人携手参与的 最大型赈灾活动 晚会开放了100条捐款热线 接受岛内各地 大陆和其他地区 为灾民送暖捐献 刘德华 黎明 陶哲 蔡琴 等500多位艺人 进行接力表演 号召踊跃捐款 另外马英九的夫人周美清 也担任志工接听热线 一直接听了三个小时才离开 募捐晚会在凌晨1点钟 圆满结束 7小时的马拉松电话募捐 一共筹得超过5亿新台币 其中大陆民众和企业 捐款超过1亿 善款全数用来帮助灾民 重建家园 大陆方面高度关切台湾的救灾情况 台湾的海机会 已经通过大陆的海协会 表达了谢意 并表示欢迎大陆方面 提供灾区目前急需的活动板房 中台办的已经联系厂家 加班生产 首批活动板房 明天有望起运赴台 而中院局团和台湾的 阳明航运公司呢 则紧急调整了班机 将于明天免费运送 150个标准项的救灾物资赴台 好我们继续来看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和东方航公司投资组建的 幸福航空 昨天正式投入了运营 由国产支线飞机 新周60直飞的首航航班 由西安飞往延安 打折以后的票价仅需要100元 而幸福航空的成功首航 也标志着国产民用飞机 首次逼量投入国内航空运营 幸福航空的航班 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支线飞机新周60螺旋桨飞机 机上有50多个座位 11点06分 首飞航班搭载着32名乘客 从西安起飞 据了解 在这条由西安往返延安的航线上 昨天和今天执行的 都是100元的两折票价 而明天开始 幸福航空将拿出近一半的座位 继续推行两折左右的低票价 对此有关负责人表示 油耗第一是幸福航空 可以推出低票价的原因之一 以西安到延安为例 新周60耗油600公斤 而一般的涡扇飞机 则耗油两吨 此外 由于用的是支线飞机 机场建设费只要10元 11点53分 幸福航空首飞航班 顺利抵达延安 很全意很全意了 首航之后 幸福航空西安至延安 西安至郑州的航线 随即开动 而本月下旬 幸福航空还将增开 西安至绵阳和太原的航线 公司管理人员表示 希望未来新福航空 能够开拓国人新的交通理念 成为中小城市和交通枢纽 及干线之间的百度运输 好 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上海书展 名家云集的上海书展 昨天迎来了一位贵宾 英国前首相夫人 切丽布莱尔 她此次带来的是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文版的自传 《道出真我》 14号深夜 抵达上海的切丽布莱尔 昨天以一席 宝蓝色的中式礼服亮相书展 显示了她浓浓的中国情节 此行切丽带来的是 中文版自传《道出真我》 在书中 切丽毫无保留地 披露了自己和托尼布莱尔 在政治生活和情感当中 很多显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作为英国第一位 有着自己全职职业的首相夫人 第一位在45岁还生育小孩的 首相夫人 备受英国媒体争议的切丽 在首相夫人 职业女性 妻子 母亲等众多的角色当中 有着自己的领悟 根据行程安排 切丽布莱尔将在上海逗留三天 今天下午他将在书展现场为新书 《道出真我》举行签售 与读者面对面 好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下面让我们翻开今天的新中国日记 在中华文明史上 一直存在着一个千古谜团 那就是文献记载的确切纪年 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41年 再往前的夏商周三代有帝王的世袭 在纪念史书上却没有确切地记载过 这样一来5000年的中华文明 有史可查的只有3000年 总免不了令人遗憾 在世纪之交 谜团终于是破解了 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中国最早的朝代夏朝 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 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 武王伐咒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 2000年11月9号 记录夏商周三代确切纪年的 夏商周年表终于公之于世 历史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得出了其标志性成果 我们都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 但史书记载的最早纪年 却只到了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 即公元前841年 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 都没有具体的年代记载 这就是说5000年中只有3000年 有史可查 为田部五国古代编年史中的空白 1996年5月作为国家酒物重点科技公关项目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 工程分九个课题 四十四个专题 李学勤 李柏谦 周世华 习泽宗 四位首席科学家操道主持 他们带领200多位专家学者 分别从历史 考古 碳十四测年 天文等方面着手研究 尽可能使一个结论得到多角度印证 最终夏商周年表揭开了千古谜团 确定了西周十王和商代后期十二王的在位年代 把我国古代的确切纪念向前延伸了一千两百多年 不过年表中的很多问题也受到了较大争议 有些观点并没有被学术界所接受 随着更新的考古发现 它也要进一步的完善细化和调整更正 新中国日记之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上海今天是多云的天气 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 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 最高温度是33度 另外上海明天是多云的天气 温度在27到35度之间 降低率60% 后天同样是多云的天气 温度也是在27到35度之间 降低率30% 好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相资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接下来的30分钟您将会看到 全国将会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专项行动 酒后驾车将会受到研罚 美国加州发生伤火 圣克鲁斯县进入紧急状态 东方新气象由燕黄玉荣独家冠名播出 上海多云转雷震雨26到33度 北京多云24到30度 济南多云24到34度 杭州雷震雨转多云25到33度 南京多云25到33度 南京多云25到33度 河北英26到34度 南昌雷震雨转多云27到34度 福州多云27到35度 宁波多云转雷震雨25到33度 朱镜五蝎多云25到33度 地水多云26到38度 上海多云转雷震雨26到33度 从黄浦江支畔走向充满魅力的东方城市 聆听发现体会城市之美生活之好 这个夏天东方卫视携手长三角城市群 每周走进一座城市 每周一场精彩直播 还有丰富的城市互动等你参加 魅力东方影视国大型媒体行动 已经启动 敬请关注 各位早好 今天是2009年8月16号星期天 距离上海世博会的开幕 还有258天 我是尹红 欢迎您走进大型城间 直播节目看东方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 全国来看 北方地区将会有明显的降雨 南方地区的雨水会逐渐的减弱 而上海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 东到东南风3到4级 最高温度是33度 好我们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 世界上最大的1.65万吨的自由锻造油压机 250吨630吨米锻造操作机和450吨电渣重熔炉 昨天上午在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全面投运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余正生 出席1.65万吨自由锻造油压机的开锤仪式 在听取上海电气中工集团 有关高新技术产业化汇报的时候 余正生指出 上海的工业正处在调整结构的关键时期 必须把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 放在重要的位置 通过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 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不断提升能及向高端发展 根据上海海关的统计 7月份上海市的进出口总值是468.6亿美元 为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 今年前7个月累计实现贸易顺差是725亿美元 同比减少了24.5% 统计显示 7月份上海市进出口总值468.6亿美元 虽然同比仍下降20.2% 但环比增长了8.7% 其中出口增幅尤为显著达12.1% 今年前7个月 上海市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1455亿美元 其中出口747.5亿美元 进口707.5亿美元 同比下降均超过两成 从贸易伙伴看 对三大经济体进出口稳中有声 其中7月份当月对美国环比增长15% 出口规模超越欧盟月居首位 在各类企业中 私营企业进出口环比增幅最大 达到12.8% 其次为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 上海民旁区莲花河盘警院倒塌的7号楼 14号是全部拆除完毕 小区业主日前收到了开发商梅都公司 寄来的解除商品房预售合同的通知 昨天梅都公司应业主的要求 公布了小区剩余的90套房源 倒塌前一天的预售价格 梅都公司公布的信息显示 6月26日当天 莲花河盘警院单价最低的单位 为每平方米14380元 最高的每平方米18790元 根据房屋朝向 楼层 位置不同 有所差异 多数业主对价格的真实性未持异议 但也有不少业主认为 近期上海房价持续上涨 这一价格对索赔参考价值不大 它这个价格来讲是一些剩余的楼盘 就是位置啊或者说楼层啊 各个方面就是说都是偏差的 所以说才剩下来 那么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平均价位 都是应该是偏低的 而对于梅都公司向业主发通知 宣布解除预售合同一事 法律界人士表示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标的物蔑失 开发商和业主都有权单方面解除预售合同 不过如果不接受开发商提出的两套赔偿方案 购房者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有一定难度 我们法律规定很清楚 如果购房者要提出这样一种实际损失的索赔的话 没有问题 但是你必须要举出相应足够的证据 这一点对一般普通的购房者而言 很显然是一个挑战 还是一条和房地产有关的消息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丰户验收管理规定 近日发布 并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实施 届时上海的新建住宅将会实行一房一验 根据规定 住宅工程竣工验收之前 必须对每户套内的观感质量和使用功能 进行质量验收 而不是以往的每栋楼抽取部分单位进行检验 建设单位应当将住宅工程质量丰户验收的证明 作为新建住宅质量保证书的附件 一同交给住户 而在丰户验收当中 弄虚作假 降低标准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会被严除 根据公安部的部署 从昨天起 全国将会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严厉整治酒后驾驶的专项行动 全力预防重特打交通事故 在集中整治期间 对酒后驾车的司机将严格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从严处罚 成都市交管部门8月12日 就启动了超常规依法严管交通秩序行动 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多个酒后驾车检查点 昨天早上一名司机就因酒后驾驶 并逆向行驶被当场抓获 据了解这位驾驶员因涉嫌醉酒驾驶 将面临行政拘留15天 罚款15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 并计12分的顶格处罚 在上海方面据统计今年1至7月 共查获酒后驾驶违法行为32000多起 其中醉酒驾车3000多起 共造成70多人伤亡 未来两个月上海警方将在酒吧 餐饮店娱乐场所及中心程序和高价道路设点 增加警力 加大查处力度 两岸体育界的人士海峡横渡的梦想 终于在昨天成真了 来自海峡两岸的100名游泳爱好者 首次携手在昨天上午从厦门下水 穿过了近一线至水域 游到了小金门的双口海滩上岸 完成了历史性的横渡夏京海峡之旅 厦门的天气是多云 最高气温是33度 上午10点首届夏京海峡横渡活动 在厦门市环岛路椰峰寨正式启动 随着发令枪响 两岸各50名选手陆续下水 游向小金门双口村 这100名选手是经过严格测试后挑选出来的 年龄最大的61岁 最小的16岁 曾经横渡过英吉利海峡的 我国著名横渡舰将张健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从厦门的耶峰寨到小金门双口村海滩直线距离约6000米 横渡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上午11点40分来自天津的李银汉率先抵达小金门 到下午1点左右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奋勇波浪 其他选手全部成功实现横渡 横渡活动不设排名 所有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的选手都会获得组委会颁发的奖章和证书 昨天下午4点左右通过网络组织的18名上海旅游 在浙江利水市的景宁县进行穿越卢西侠活动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大雨引发的山体滑坡 三名旅游和一名当地的向导被伤红冲走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于正生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获知情况以后高度关注 指示有关部分千方百计的救援受困的群众全力以赴实施救援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和武警人员 对受困的旅游进行全力的营救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最具影响力的新中国体育人物评选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我国泳坛曾经的五朵金花之一的林立 欢迎您登陆新浪网为您喜爱的体育人物投上一票 林立是中国第一个游泳世界冠军 也是第一位同时记录奥运会金牌 又创世界纪录的中国运动员 也是第一个在奥运会上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选手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 林立不仅获得200米混合泳金牌 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林立还获得了400米混合泳 女子200米挖泳的两枚银牌 成为中国获得奖牌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当时已经26岁的林立在退役担任教练之后 再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并夺得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铜牌 新闻我们先聊到这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通方 稍后您将会看到 北约驻阿富汗总部袭击死亡人数上升 美国加州发生伤火 圣扣四